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紧紧围绕发展现代农业 围绕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构建乡村产业体系 辽宁省盘锦市大挖区 作为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 农业产业基础原本就比较好 如何在小康路上更上一个台阶 大普子区用因地制宜 打造地域特色产业 和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 做出了回答 早上五点 洒水车在柏油路上作业 垃圾车分类收集垃圾 公交车也开始启动运营 大普子村 这个坐落在辽宁西部的小村庄 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此时张家红夫妇 正在自己家的大棚里摘捡地柿子 一斤这个市场 就是咱们批发就是两块五 最多的时候一天 一千左右几吧 今年的柿子价格你满不满意 满意 今年柿子价格满意 太满意了 在盐碱地上种的西红柿 口感好 糖度高 耐出运 价格也好 最贵的时候市场价卖到 二三十元一斤 眼看着这季 碱地柿子快收完了 张家红想着下一季的柿子秧 啥时候能重上 这个茶口是8月15号左右定值 正常是11月份左右可以采收 对 那过后就结束了 完了你再摘那茶闲花 也不当啥事 对 这个茶口今天一年这么搞 一年差不多就三茶 对 一年就搞了三茶 对对对 三茶的效益就来了 对 正在和张家红探讨减地柿子的 是大瓦区大谱子村党支部 第一书记郭向东 作为农业专家 郭向东做了30年农业技术推广工作 大瓦区全区40万人口 农业人口占了30万 土地严减含量高 最出名的是盘锦大米和稻田蟹 2014年 盘锦市提出 在保证原有农业品牌的基础上 进一步打造盐碱地精品农业 老郭在市里和乡里的支持下 带领几十户示范户 在全国收集了几百个 耐盐碱作物品种 经过三年努力 最终选育出适合在本地栽培的 西红柿品种 当年就发展了500个大棚 种碱地柿子 实现增收近一个亿 2017年大瓦区的碱地柿子 还进入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名单 我们就是忙得不可开交 每天的电话就接打电话 最多的是上百个连接来打的 一百个电话 咨询电话 简地柿子火了 高兴坏了老郭 也愁坏了老郭 高兴的是市场需求旺盛 愁的是因为现代种植 和育苗技术跟不上 产量达不到 2017年 老郭将在北京工作的儿子 郭嘉明动员回来一起干 这一年正好赶上驱离 5G网络信号覆盖 学农林经济管理的郭嘉明 抓住时机 在自家大棚里示范 利用5G和物联网技术 建成适合机械化作业 可以远程控制的 现代化种植模式 这种采用5G 加物联网技术建起来的 现代化种植大棚 当年收入就超过10万元 而普通大棚收入 一般在6万元左右 这个新种法 一下子轰动了大挖区 都来找郭嘉明学技术 不到三年 老郭和小郭就带领大家 建起超过1000个 这样的现代化种植大棚 产值超过2个亿 一年的话收入20万左右吧 我种植地是多亏了 咱们郭书记和嘉明的 要是没有他们的话 大力支持的话 我也够强 因为我没种过 我不会 现在在大挖区 很多农民都跟王彦玲 刘广泉夫妇家一样 除了传统的水稻种植 和稻田蟹养之外 都建起了大棚种植地柿子 2019年大挖区第一产业产值 达到94.5亿元 农民人均收入超过2万元 富裕起来的大挖区 还以环境治理工程为依托 乡村氯化 美化 量化 硬化工程 全覆盖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达到100% 小型污水处理系统全面建成 无害化厕所改造等工程 使村民生活质量 得到高标准提升 公交与城市交通互联 互互实现壁挂炉取暖 现在啥也不用跟城里擦啥 也不知道城里擦啥 2019年 郭嘉明被共情团中央和农业农村部 评为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 这让他对未来有了更远大的设想 以盘景大袜这个简击柿子 为这个核心 现在咱们国家有一个很大的市场 需要我们去探索 笨小康 为什么叫笨小康呢 需要一个过程 需要笨 一步一步往前去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